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神秘之夜 為什麽神秘之夜都不敢處理這個題目 MX340 真的 包括那麼久 我都想說的 可以說是無從入手 是 是 我想台長你都記得 原來這件事十年了 真的 在我這個感覺裏面 這件事不是十年那麼久 但原來今年是十年 所以都回憶一下 我記得這件事發生 開始時是好像說到很有希望 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天 還好像找到那個飛行紀錄儀的信號 然後也找到一些殘骸 那人就會經常覺得 其實遲早都找到了 現在的殘骸都找到了 飛行紀錄儀大約都是那裡的 但是最後就是找不到就找不到 就說連最後那對手就做了就算了 就不做了 這樣 其實就經歷了那年 頭三年 叫做找找找 然後最後呢 原來這件事已經擺下了 擺下的原因就是 在沒有一個新的有效可靠的正攻情況之下 大家還值不值得扔這麼多錢來繼續去找呢 就成為一個 變成一個 其實很衰 雖然牽涉了這麼多條人命 就是最後成為一個成本效益的問題 所以現在就是說 最近這幾年基本上是 完全是沒有任何搜救的行動 和沒有任何搜救的消息 但是剛才你說的成本效益那裡 你要從家屬的角度去著想 因為現在你找不到 是發不了死亡證的 是啊 我想是 你claim不到那個保險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正常的程序 你找不到這條絲 現在沒有人簽到死亡證 你都不證實 證實不了他死了 其實我想中間多少要經歷一些的程序 就是你都要宣佈去發定死亡啦 其實我記得在很多年前有一宗南亞海嘯那間悲劇 都有香港人在那件事裡面過世的嘛 最後都是需要由那個法庭宣佈他們已經是法庭死亡了 已經是過了某一個期間 都已經找不到 於是他就有一個法律上的死亡 所以那個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我想對於家屬來說就是 除了一些這個程序上的問題就是 始終都叫做要求個明明白白 我想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心結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要私在哪裡呢? 為什麼呢? 所以叫做好地地的一架飛機 有了一架飛機 就是一度都叫做追蹤到是正常的 而且從那個地面的對話那裡 沒有看到任何古怪怪的跡象 但是突然之間說沒有了就沒有了 還有幾百人一下子就不見了 那這件事就是說 你是不是告訴我這件事可能會再發生呢? 其實聽起來就很恐怖了 如果你是一種這樣的沿岸 你當是一個神秘之夜來聽一件獵奇的事 那當然可以了 但是最慘的就是這件事 那條航線 很多人都可以回答 香港可以回答的 馬航 馬航飛機龍坡是很便宜的 現在都還是 是不是? 你說啊又說啊 星航也有一件大事 剛剛星航就出了一件就遇到氣流了 那你就知道氣流的可怕了 是不是? 但是現在這件事他遇到什麼事呢? 是不是? 是不是氣流都不知道 是完全是真相未明 那我想這個是令到人家最不安樂的地方 我們如果從一個科學角度 就是我們會問一個問題 正如現在我們黑尼左邊 為什麼手就這麼困難? 那麼說 它一直去 它是只能夠憑到它用地面的那個信號 來去做那個定位 其實當然了 我一直很奇怪的就是 你不是現在每次都可以用到這些叫做 全球定位的方法來去全天候追蹤了嗎? 但是當然了 原來它的定位追蹤很依賴就是什麼? 你不要忘記一件事 就是你不停地那個機本身要有個信號 跟地面的周圍的收發站來去溝通 才能夠去定位的 就是你如果你的那個信號 它不是說連綿不絕的 就是我們就好像說到 你以為就好像一路打著電話一路不收線 一路就追蹤著 那麼它其實原來 就是它那裡又不完全是這樣 是會某一個時段就有一個信號告訴你 我還在那裡 我還在那裡 但是去到某一下和一下中間就沒有了 於是你去定位是有一個範圍的誤差在那裡 所以如果你找回整個搜救計劃裡面 它們是畫了很多個很可能的範圍的 它們在整個地球儀上面畫了很多個這樣的弧度在那裡 那麼將這些弧度去命名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它是飛向這個方向 以這個速度飛到那麼遠 它應該就那個範圍大約就畫在這個弧度上面左右 那麼現在就說 它們有個術語的就去到它叫第七弧度那裡 應該就是在第七弧度附近的隨便一點的了 都定不到它在哪一點 但是就是定到它應該就在這條線上面 你沿著這條線上面找就大約是這樣 為什麼是一條線而不是一個點呢? 就好像你最後那個通訊那個訊號 它是和多少個地方同時做通訊 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是一個二維的平面 你要告訴別人你的座標 你是要有一對的座標 XY座標來告訴你一個二維的平面 如果你的座標只有一個不是有齊XY 你只有一個X或者一個Y 你最後能夠確定到你的就是 你確定到你在一條線上面 就不是確定到你在某一個座標點上面 這個中三的之前的數學來的 就是你以前的Prot graph嘛 是不是 你畫一條線出來 就全部是一個X的或者Y的數裡面 現在我和某一個 譬如他好像是和胡志明市的控制塔 那裡做過通訊聯絡 這樣就由飛機射回去 和控制塔那裡的聯絡中間 是要經歷那個電磁波信號 要經歷一個距離這樣去傳遞的 由那個時差 你可以大約知道那個距離是差了幾遠的 但是因為只有一個控制塔的那個訊號 所以你在整個地球那個球面 那個二維球面的平面上面 定的座標的時候 你就定不到一點了 你就定了一條線 一條弧形的線出來 所以就是由那個控制塔的那個訊號 大約去算到就是說 就是當時的距離大約是多遠的 於是以那裡來畫一個圓規那樣 在以那個控制塔為中心 去一個雙等的距離 畫一個的弧形出來 那就大約確定到那個飛機的位置 就在那個弧形上面 現在就去到這樣 也真的有試過搜救去到那裡找 但是都是找不到的 現在就是說他們經歷過用那個地面控制塔通訊的訊號 還有僅有他們留得到的那些這樣的 其他的那些不知道有沒有衛星的資料 但是只能夠將那個範圍收窄到一個特定的範圍 現在就是說在沒有進一步 新的想法、新的科技提出 他再去重新找過一次的範圍的時候 就沒有人願意再去開新一期的搜救 但是這個不止在條線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長闊高 他在空中還是海面還是海底 廢話這麼說現在一定在海底 但是現在就起碼怎麼定一下 有沒有辦法定到 他當初撞在海面的時候那個一點的位置 我不要理會他在空中是怎樣 現在在海底的位置 但是他撞在海面撞在那一點的時候 他那個的座標是多少 有沒有辦法定到呢 那這裡就要講到為什麼 要故意這個星期拿出來講的 其實這個應該是來自英國的卡迪夫大學 卡迪夫 卡迪夫應該在威爾士那邊 那他們就有人提出 喂 不是的 應該都還有辦法有一些的訊號 可以幫我們去做一個收窄定位的 我們不是說現在要馬上再出船去找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再拿到 我們想要的那個數據 來去幫我們再嘗試收窄一個範圍那裡呢 如果是去找到可以再進一步去驗證到先前 就是有新的數據來幫我們去找一個 確定一個新的範圍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值得再去找一下呢 那現在呢 你想一下那個飛機的殘骸 最後找到是飄到去馬達加斯加那裡 是跨了整個印度洋 由印度洋的東面去了西面那裡 現在照計那個狀的地點呢 就似乎就是大約是在澳洲的西面對出的海面 但是對出海面都說成千幾二千公里左右的海面 那裡相對於印度洋的東面這樣的狀態 應該就是南半球那邊來的 那現在就說呢 原來卡迪夫大學的這幫研究人員就說呢 其實可以嘗試是什麼呢 就嘗試用一些那些叫hydrofoam 就是那些海底的麥克風 是的 是的 但是海底的麥克風為什麼那裡會有呢 其實如果你看回整個冷戰時代呢 在大西洋那裡呢 英國是放了很多這些hydrofoam 在那個北大西洋那裡的 然後基本上就是整個冷戰計劃報復的一部分 就是萬一有些什麼叫做蘇聯的潛艇 是想供出來的話 想不聲不聲的話呢 那他們是可以有這些這樣的偷聽器 是佈滿了在一個海藏下面那裡去聽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呢 就是其實在太平洋現在一定一樣有 另外就不會少得就是印度洋都有 而其中呢 我想台長你都會聽過就是呢 其實在澳洲西部那裡也都是放了很多 這些hydrofoam 那其實最原始的作用是什麼呢 其實是拿來找潛艇的 是拿來透過聽一下水底裡面 潛艇那個引擎聲給出來的那種訊號 來去找找那裡究竟有沒有潛艇去經過的 所以他當初去做這個hydrofoam的時候呢 他會做到就是那個就是 他要耐用啦 還有就是他很靈敏啦 還有不停地可以源源不絕 去將那個數據收集回上來 那照計呢其實呢 澳洲是應該有這個數據的 那麼那個數據也都不只是澳洲籠轉 應該就是跟整個這個 就是可以說可能是英聯邦啊 甚至乎 有名的 五眼聯盟 是的 他應該有共享這個資訊 但是就是 就是當初為什麼沒有想過這件事情呢 但是就是首先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因為是軍事機密的緣故 而是就是說 因為當初這些這樣的系統設計起來 是拿來去找潛艇的 他越是吵一點的 越是剛好那個潛艇就在海底裡 你的麥克風就放在海底裡 於是乎呢 就量到你潛艇那個引擎聲了 但是你的飛機 你的飛機 你撞得下來去到海裡 那個飛機引擎都不會開的啦 但是現在卡迪大學的這班學者就說 不是的 其實呢 應該那個靈敏度是可以足夠去到是怎樣呢 是你如果是有架飛機撞了下去 那個海面那一下呢 給出來的那個那個震動呢 是可以 應該被這些Hydro風收到的 那不要忘記 就是這個的海是可以很傳聲的 海傳聲的能力 比起那個空氣更加好 但是當然不及得固體啦 所以呢 如果那架飛機是真的撞了到海面 那個海面上面那個聲音的震動 是可以比較有效 是有機會傳了下去的 那現在具體上面就是說 就是可以還是不行呢 就不清楚 其實他就問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呢 是可以試一下 如果我們去模擬一下 那個飛機撞到海面的時候 那個爆炸的衝擊的威力 我們去找一件東西 或者你找一個炸彈去模擬這種威力 去爆一爆 看一下我們那個 那個海底偷聽器能不能量度 如果量度的話 如果我們發覺可以用這種規格的東西 原來能量度到這種信號的時候 那就趕快去拿 就是要問澳洲拿這種海底信號 來去分析一下究竟 找不找到那個馬航客機撞到海面的信號 那如果我在澳洲的情報當局呢 我就覺得這幫人在玩東西 因為為什麼呢 澳洲其實是一個專修情報的一個國家來的 是代收情報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知道呢 因為有一位很著名的澳洲記者 Ross Crawford 他最近都爆了一件事出來的 他在1997年的時候 英國就很想知道 中國在駐港的機器裡面 說了些什麼 但是他們自己又不會去裝偷聽器 所以說在澳洲人就去做了 在加拿大人就去做了 還有另外一方面都不要忘記的 就是呢 在澳洲呢 澳洲其中一個幫人做生產的呢 就是收人家訂單幫人家弄潛艇 是啊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潛艇科技啊 升立技術啊 連帶那些升立技術啊 就包括這些偷聽器技術 他們是有了一套在那裡的 是啊 還搞笑之前就說 他們去法國訂那個核潛艇 結果為什麼不訂呢 是美國送了幾天給他 我覺得很搞笑 為什麼你自己是做潛艇的呢 這些我們不說了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玩東西呢 就是因為呢 如果澳洲當局真的有這些黑造鳳 我相信也都有了 他聽到的時候 他會不會主動說出來呢 我相信是不會 就算他知道他們也不會 這個原因是因為這些是軍事機密來的 就是你告訴別人 我有偷聽這些東西的能力 是不是 所以我相信呢 我不知道那些學者 是彈頭學者 還是真是玩東西 就是 他們沒有思考到那個 搜集情報那個 敏感度在哪裡 就是舉個例子 比如說 在南中的海 那你猜在那個海底裡面 是不是佈滿了感受器 還有就是 當我去 就算我應機告訴你 有的時候 當我交了一盤數據給你 其實是不是意味著 我還給你聽 那個黑造鳳本身的位置在哪裡 是啊 因為你要計 因為現在對於軍人 就是對於當局 保安最高的機密 就是這些黑造鳳的準確位置 但是你要去 你真是如果有那個訊號 那個訊號距離是多遠 你要有那個黑造鳳自己的坐標 你才可以再用一些數據 來計算一下那個飛機在哪裡 就是我想這個才是 他們最高的關注就是這裡 你不可以暴露自己的探測器的位置 是啊 所以那幾百條人命就沒有關係 相對於這些 他幾百條人命 或者大家都認為他吃 他們是死了 所以我一定是不會公佈 所以我覺得這幫卡迪夫的學者 都是玩野居多 啊 這個具體上就不清楚了 但是就是說 科學上的方法他們提出了一個出來 但是那樣東西也都 如果說出來大家都明白是怎樣去做的了 就是你不肯拿出來的時候 你都我們去試一試 找一些海面去試一試 就是同一個規格的這些偷聽器 在2000公里之外 是可不可以聽到這一下 飛機撞到海面的撞擊的呢 如果可以的時候 才叫他們 才叫有多些道理去問別人拿這些數據 但是我更加synical 我覺得美國的或者其他國家的間諜衛星 在那件事上面應該有個角色在那裡 就是應該 就是甚至是看到那個事件發生的過程 就是這個是我個人的推算 但是anyway這個已經超出了我們科學新知的範圍了 我們在這裡就完結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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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 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